我們RUN5即將開始 我們要跟著 現場的步調來跑 RUN5的對局我們可以先來看一下 你會覺得說哪一場對局是你覺得比較 想轉播的 RUN5我看一下 這邊 Roger打到FUF 我記得FUF是 4-0 但是已經開始了 已經開始了偏可惜 但有可能我們會留存VOD他精彩的話 有機會在這個預備場的時候 跳出來看 我覺得這個蠻精彩的 有一局我感受到了 雖然說不是我看的這一局 這是Glory打 Tesok是日本內戰 還有一局是倉姿跟CocoSasa 這兩個也都是 4-0的對不對 4-0的對決 我剛剛是看到這一局 只會有一個5-0 把它擠下去 對 來看一下 Glory這邊 這兩個怎麼長得有點偏向 有一點就是 右邊是 這個是李把廳的那個 廣告 李把錢跟李把後 李把錢跟李把後 對對對 OK的 偶數數偶數勝 激數賊跟 秘密列 另外那邊 也是秘密列 然後激數賊 偶數勝 這個應該是復活木吧 我來檢查一下 這個是 對 911木 嗯 所以我們這個第五輪先決定這一局 碰撞 到底 真的有 你一講有講 而且我剛才其實在看Tesok的時候 我就覺得 有點像郭爹 像郭爹嗎 不敢這樣你知道嗎 有點像啦 有點像 對 那我們 這一輪上來 準備 順便做一個異形換位 順便做一個異形換位 好不好 好 好那現在是那個 野獸獵 對上激數賊 那這個對局法術時就是非常關鍵喔 有法術時的話 其實打激數賊會比較好打一點點 好 好 大家歡迎回到這個亞太區冬季季後賽 我是今天的主播Tommy 我是賽平Muting 這異形換位有點尷尬 應該還好 沒有到很尷尬 還好 還可以 有感上 對有感上 好那我們看到這一把是第五輪的 日本內戰喔 Glory對上 Tensoku Tensoku 然後可以特別提一下Glory是在第三輪跟第四輪 分別讓 Town跟羅傑吃個一場敗擊 對對對 而且他們都是同樣的陣容 就是三個人都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Glory他是插在這個獵人 他是這個 他是混合的 對他是混合的 然後Town跟羅傑是野獸的 野獸獵 對然後剩下的都是一樣 然後在這樣子的 其實還是算是內戰 其實嚴格在講 因為基本上他們都是把獵人按掉 所以變成是賊勝數 三個 內戰互打 三個強白互打 他都贏了 所以我覺得他 來自最終 你覺得他今天的氣很順這樣子 對對對 因為我看他 就是有一些 剛剛有跟他們兩個聊天嘛 就是Town跟羅傑 然後 艾瑜我們現在在轉播 他們聊天有些內容 我這邊是沒辦法講的 哈哈 有一些什麼家宅之類的 什麼的 對對對 之類的 我有點害怕的是 不太好的批評 也沒有不太好批評 是被他的這個氣勢振折到 他們說 很奇怪 這個 誰 優勢打劣勢的 就是他們有抓到的 他們輸了 就輸了 然後他們被抓到的 他們還是 像是Town最後有關 他原本Town是2比1領先嘛 然後 對 被逆轉了兩把 對因為他最後一把的那個賊 其實那把也蠻可惜的啦 因為那把 威靈好像一直都沒有一費 他六費的時候如果有一費 可以配合暗殺的話 其實是有機會打回來 對那個Temple Swing回來 好那我們現在回到這個 這邊是 混合獵對上基礎賊喔 其實 野獸獵跟 就像羅傑他們帶的野獸獵 跟這個混合獵最大的差別 就是抗快能力 跟打控制的能力 因為祕密在對到控制對決的時候 是比較沒有用的 所以他們選擇帶野獸獵 就是為了想要 打到那種反控對戰 會更有優勢一點 但是相對來說 像Gory這樣帶混合獵 對到基礎賊 就明顯抗性會好一點 因為有時候你秘密玩獸界勢 其實基礎賊是不好處理的 對 其實比較好奇的是 Tensoku的 他有一個血騎士 有 對 他這個血騎士 這個血騎士也是 我們當他們在準備牌組的時候 SK有拉那個大師兄進來 大師兄就說 他用那個 他那個口吻 好像在做直銷 你們一定要放血騎士 血騎士不會背叛你們 是說在基礎賊裡面 對在基礎賊裡面 他說什麼打那個 內戰啊 或是打什麼 聖騎士都有用 那怎麼好像 沒有人相信他這樣子 沒有 因為前幾天我自己在 實況上玩的時候 我基礎賊也有放棋騎士 然後他說為什麼要放 我就說 因為他們 他們不是都有放嗎 我以為他們都有放 後來我才發現 完全最後一秒都改掉 都沒有理他 最後都沒有理他 那不過Tensoku這邊 他自己還是有選擇放 我在想是不是為了可能 如果他預期到這種比較多 四強牌的話 可能打歐數勝 主要是 他可能認為 聖騎士 大家都會帶的啦 對 因為這次 經過了美洲歐洲嘛 對啦 聖騎士 感覺他們的預測 會變成是首選 當然還是有些比較特別 我還有看到有的人 是要來抓 基神術的 有一個不知道為什麼 都塞了魔晶的 然後他還真的對到 有一個基神術的 就是我們的那個 大黑神 直接被他送走 那就是大黑神 一開始就 對 直接基神術 直接三把 0比3 GG 就算是命中注定 這麼多人 我們將近80位選手 對 他就是要抓你的 然後你還真的給他抓到 就沒辦法 這個也是 比賽比較不可抗力的地方 這邊下擊殺命中 解掉 持續維持 一點常用 這樣子的話 基數者這邊 會想要 叫一個 暗殺花 還是覺得這樣太虧了 翻個刀就好 甚至我覺得可以下個 可能1加3 就把前四打出去 就是一個3 你說不要翻刀 對 但他這一個刀 也可以理解 因為下回合 可能會有 0吸buff的選項 要嘛是綠皮 要嘛是毒藥 那獵人這邊 所以他等於是 放棄這一回合 我可能去 站一個3 三來換取下一個回合 我可能也覺得可以 搭暗殺花 或者是下綠皮 因為在這個對局 獵人是不是 雖然說 5費可以丟 9號 是不錯 但是你在5費的時候 還只有這樣子的檯面 是不是就稍微有點不夠 稍嫌弱一點 不過 我覺得算可以控制 因為既然你還是 擁有檯面的那一方 就算是還不錯 對 感覺比較可惜是 賊這邊是沒有香菇的喔 如果有香菇的話 可能幸運幣再加一個1 對 就是變成整個檯面 是獵人會比較 沒有辦法處理的 但他這邊有 也還行吧 就是 可能換戰一個安殺花 感覺 當然香菇給的壓力 是大一點點的 對 那這樣子的話 應該就不砍了吧 就是改成用生物去換 用這兩個生物把它撐掉就好了 這個刀還是可以留 因為你等於下回合 不太有可能 再去拔刀 手上還有一個綠皮 我滿喜歡他這邊 連這個雞蛋糕都沒有丟 因為他可能 還是會有連擊的生物來 假設他進的是像 軍漆之類的 他會比較靈活 而且你也不用 佔太多小怪 你可以把這個雞蛋糕 留著做連擊 沒錯 而且你也知道說 剛剛對方是抓了九號 所以這邊應該會 預期他去蓋一些秘密 直接蓋三顆耶 法術史全部都 剛好進一個法術史 全部都生滿 所以接下來兩回 他其實都還有 很不錯的打法 就是連續上兩次 那這邊 Tensor可以抽得很好 抽到一個可以去應對 爆炸陷阱的 香菇 不過 他這樣子 是要直接香菇嗎 還是 放棄兩個E 然後你去buff 你可能再丟一個 對對對 我覺得這邊蠻難的 因為你這邊 先丟香菇的話 你預設有爆炸 你炸完之後 其實你這些也都還是一滴血 有一點點害怕說 Gory這邊會不會有 如果他是 遊蕩爆炸毒蛇 還剛好真的就是這三張 你這些 3E 3E 其實 馬上又會被再換掉 然後香菇也會被爆炸炸死 所以我覺得 他這邊應該算是做出比較好的打法 就是判讀說 對方可能去蓋的秘密有什麼 對 不過 以激素賊這個牌來講 碰到三隻E 就像是對到激素聖一樣嘛 其實你很難處理啦 怎麼打都不太舒服 換也不是 不換也不是 好最後決定 然後這個打臉沒問題 暗沙花打臉沒問題 喔 想換怪嗎 還會了嗎 好他決定換怪喔 這樣子變成說 血量有點太高了 就是你沒有推到 獵人的那個 血量 所以他可以 反正我就繼續補我的場 對我就壓四郎 對呀 你給我的一一尊敬了 對不對 那我就繼續補場 所以我剛剛是會比較想看到這個 稍微打一下頭啦 對 因為獵人來講的話 他 他最怕就是 你把他的血爆打一頓嘛 對 還是他這邊是怕被對強 因為我們其實看了目前的血量 其實是有 有一點不舒服 他想要 可是他一耶 你是五 五軍換一耶 怎麼想 打頭都應該追力比較快 哇這邊 這樣子很尷尬 沒辦法連擊 而且 你不太希望你的臉再去接3D喔 然後你剛剛的那個 五四 因為換了一 現在也只能換一隻狼 對 總不能再繼續右視交換 而且這邊還有一個 眼鏡蛇線要處理喔 對啊 這樣子 這樣子其實 在 我覺得也不用說什麼上帝視角 在他的視角裡面 假設這是一場天體 已經是死出了 應該已經是那個 右下角 右下角是最好的拿法 這太難了喔 當然 他打頭那五滴 其實 也應該也會變成這樣啦 對啊 主要就是 極速賊在面對 橫向鋪場 太順利的 混合列 本來就是沒辦法 就是我們剛剛前面稍微 最一開始的時候稍微漏掉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理論上這個對戰應該是極速賊 要比方說 佔一個幼竹啊 或者是 暴徒 可是我們剛剛都沒有看到 反而是這邊 狗瑞在第五的時候下 九號他還是有場 有場優惹喔 對啊 其實他的三廢 主要是他三廢的生物沒有丟出來啦 對 但是這個對局 結論來講的話 其實混合力還是開得非常大的啦 對對對 畢竟已經是有調整了 對對對 不是一般的純野獸獵 生物的抗性沒那麼好 這邊 全部 重鋒 好 手頭 剛好 剛好 帥先拿下第一把 還差1 沒關係 還差1是不是 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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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陣打我30滴 不可能 差不多 差不多 我們恭喜 Glory 帥先拿下一把 那 其實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另外一個 就是關於TB的觀念啊 其實Glory贏是好事 因為我們台灣選手都是輸給他 就是在T1 T1方面 對對對 所以如果Glory是繼續贏的話 變成說 欸 那 羅傑啊 跟 威靈 他們 5-2 晉級的機會就會 就如果他們不幸打到5-2啦 如果能6-1當然是最好嘛 那完全沒問題嘛 最好的情況 因為他們現在都輸給Glory嘛 最好的情況就是Glory直接7-0 對對對 對 Ton跟羅傑都直接加 就變成他們的那個 對 他們的TB會是最高的 所以他們5-2就是 不用擔心說 會被 擠掉的 他們是去擠別人的 對 所以只要 只要他們 就是假設他們的戰績是 最後有達成5-2的話 對 然後再 依靠 再爆這個Glory大腿 就有機會 喔這樣算爆大腿 對不對 他們也是輸給他 對 不過 同時也代表說 其實 呃 包含不管是 就他們三個人帶這些 這個Line-up 代表說這個Line-up 在現在這個Meta 對 是可以運作 而且還是帶這個 上週輸的一塌糊塗的 喔 叔叔 喔 上週輸的一塌糊塗 大概勝率40%左右 這是數一數二產的 好 那我們這邊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兩秒鐘 一秒鐘 然後再說 一秒鐘 快樂 一秒鐘 好 快樂 快樂 在一秒鐘 然後再說 我們會有多壯 因為我們會做 一秒鐘 一秒鐘 我喜歡 人們的 物量 我喜歡 我喜歡 給我 我喜歡 然後我心想 發問 我喜歡 有無鷹 然後 答案 是 有 可 依 第一秒鐘 我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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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你 Purla This is just going to look like a bunch of fruit for a while and that's fine you look at any of the masters they draw fruit always this is a bird spell it casts birds not threatening birds not even a little bit it just throws tiny birds Alright time's up Does one bird have a smaller bird on his head? Yes That sort of ethereal, pure magic being and that is a perfect could go in the game tomorrow rendition of a mana worm How do you feel that went? As awful as expected You know what? I don't even need your ten seconds Here's the bird of failure This is what I did with my time Get out of here What a great match! What a great match! But what hope does the princess have of winning? Ummm...all of it? All the hopes She's looking for an answer looking for a way to stay alive What a play! She's still dead though Remember once this is over We have our raffle drawing Get your tickets ready! Valira!Valira! Valira! Huh? You cannot! Get the shadow of death! But hold on! We still have another turn to go!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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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luminate! Woo! Have they pulled off the comeback? Nope! That means it's time for the raffle! The winning number is over 8 3 5 3 3 3 That's incredible And it looks like we have a winner Thank you to the field for your prize You lucky guy you And the prize is... 好 歡迎回到HTC 亞太的冬季季球賽 我是今天主播Tommy 好 我是賽秘密店 好 那我們繼續看到Glory對上Tensoku 對 雖然說我們播的不是台灣選手 但大家還是可以幫Glory加油 對不對 而且他之前其實表現也都蠻好的嘛 所以上次是有晉級到這個冠軍賽的 是第一季嗎還是 第二季 第二季 對對對 陳泰晉級的那一次 但是他沒有打到最後 對 還沒有打到最後 對 大家還是可以幫他加油一下 我們這邊看到兩邊 兩邊剛剛一邊是被BAN了OFUSEN 另外一邊是混合獵 對 覺得都算合理吧 因為現在這個禮拜 偶數勝的強度 感覺又突然會 又突然提升了 對 只是我比較好奇的是 在他們這樣子的 四塊內戰 對啊 只是一邊是木啦 然後一邊是樹 三塊加一個 應該算四強牌 但是有三個是快攻 對 然後通常應該都是以BAN獵人為主 我還蠻好奇他選擇是把 選擇是把 把聖騎BAN掉 也許是因為害怕說這個 牧師吧 對 或者是說 他覺得他的牧師打獵人是比較好的 因為控制牧有 他是復活牧 他是復活牧 復活牧打獵人 有比較好嗎 好像 都是稍微練習一點 我覺得打混合獵的話是差不多啦 打如果是那個野獸獵 對 純野獸獵 或是我們講三毛獵的話 基本上是打不贏 打不贏 對 打不贏 但是因為他今天剛好又不是 不是帶野獸獵 好 那我們這邊看到 打得非常兇 而且又是對待歐叔叔 就是歐叔叔其實很怕這種騎手 嗯 而且你的末日會完全沒有用 國路里的末日預言者 我記得是放兩張 對 然後變成只能丟一個架手 所以他是配置得非常抗快 嗯 哇 那這邊 好像可以打最兇耶 如果打最兇的話 對 會防不了那個 褻瀆啦 對 但是 他這個手牌 感覺就是告訴他 要打最兇 有時候你的牌是這樣嘛 其實玩這種快攻牌 TEMPO牌 很重要一點就是 你的手牌長這樣 有些東西你是沒辦法防的啦 對 但是他選擇 稍微防一下 我覺得沒問題 因為他手上是沒有三的嘛 沒有三飛了 所以下回可以再回來做 一一 然後可能再拔一次刀 這邊 既然已經翻了刀了 還有別的選項嗎 是血量與護甲之間的選擇嗎 看起來是這樣嘛 就是在考量 先把甲打上去 再扣血 因為這樣子對方會比較慢 進入到這個 狗北解鎖的射程 還算是蠻細的 打得非常好 如果我是他 如果我是他 我可能 我應該不敢直接拚命 1加1加1 我應該會比較傾向 下回合 其實我覺得這個還要看 有時候 比如說 數字這邊留了幾張牌 因為 合理來講 這個對局他不會留限 對 因為他有配置到末日的嘛 對 然後 再來就是第二首選 就是我們看到最左邊那一張 亂你 所以有時候其實 當然這也沒有絕對啦 可是有時候你是可以依據對手 留的牌 假設他今天 四張留了三張 那很大的機率是沒有卸出 然後可能他有末日 但是你前面打那麼兇 他的末日丟不出來 丟不下來 好這邊丟了一個飛龍 就是 呃 選項大概就是飛龍或是破法者 對 但是他手上有477 所以他還不怕你這一輪的傷害 他還願意再次一下傷害 那這邊該兇了嗎 對 我看著他最左邊那張炸雞 我覺得 應該是 應該是 要兇到底啦 選手裡 好 最後 其實就變成說 最後你還是防不了的嘛 對啊 你還是防不了這個 上回合選擇防下褻瀆 對 然後這回合沒辦法 跟近的牌也有關係啦 近的牌也沒辦法 撐成你再繼續 稍微偏路一點 好 那這樣子 其實他這個檯面 好像也沒有很怕477耶 477丟出來就輸了 這477丟出來好像就走了 對對對 因為剛好場面是可以換掉的 嗯 而且他的法術史也沒有buff過 其實 那 欸 丟法術是不是也走了 對 丟法術也走了 那 破罰者呢 破罰者肯定走啊 破罰者 破罰者 對 還沒有補到血 那 那就沒了 他只能丟477了 對 既然炸雞都會走 那應該是下嘲諷好一點 那 沒辦法 這是 兩個人血 雙人血 先手雙人血 丟出來 我這本來就是 預期中就是這個 技術也太大 那項目庭你對這個 國外選手也是 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你只輸那位北投小龍 你知道嗎 對不對 我們來聊一下這個 騰手苦 對 也算是個老將 對 我們之前這個日本大賽的亞軍 對 你說今年的嗎 對 就是 薛喜有飛過去的那個嗎 不是 更久之前的 這只能是前年的 對 那他在季後賽的表現 季後賽的話 他有一次 是不是也有進過 他有進過這個 可是他是 他不是 就是 不是今年的 是前一年度 前一年度的 但是前一年度跟今年的賽制 其實是 是類似的 基本上是一樣的 不一樣的地方 好像只有錢而已 其他好像都一樣 其他好像都一樣 其他一般都一樣 因為這樣講 他也是有黃金卡貝的 喔他也是 喔不是 黃金卡貝不用打到決賽就有了 黃金卡貝 打到八強就可以了 這算是一個 一個認證 對 好那 這一把也算是 合理啦 覺得 他們這個 因為你 類似的line-up 打內戰 很容易是變成說 一定要打到 第五把 可能就是看哪一邊 哪一個號牌 就是 可能會成為 被過的 像一邊過了獵馬 一邊過了賊 其實重點 可能是要看 他的 牧師 有沒有辦法 順利的 跑掉 而且剛剛是 順利關注這個 歐叔叔 所以我覺得 有解決 看能不能直接 對 因為他的 我們合理來講 打賊 是沒辦法 牧師我們當打賊 很難啦 真的是難到不行 他只能夠數 數一數二 對 所以就看 可不可以從 術士這邊跑掉 但是 呃 面對到 太順的 歐叔叔 可能 三費有巨人 那你沒有找到死的話 很容易前面長就直接崩掉 就崩掉了 好 看到 果然喔 兩邊都不敢 不敢把那個 比較危險的那套 先拿出來 然後選擇先上這個 相對 穩定性比較高的套牌 那這樣應該算是 舔收褲稍微上風一點 因為我們知道 這個對戰是 聖騎稍微開大一點 對對對 聖騎稍微開大一點 然後如果 偶數 勝打到偶數數的話 也 其實也偏接近 稍微小一點 但也算接近 因為在這個 有點 因為 我們都講快攻護咬 但大家都知道 其實他們也不算是全快 那是因為這個META沒有試過 沒有試過 所以他們這樣還是算快攻護咬 對 在快攻護咬的情況下 一定都會有 你的A好打我的B 但是我的B好打你的C 這種狀況 所以你有沒有去 抓到你那個對戰 就會變成 你能不能贏這個MASH 最重要的關鍵 很多時候都覺得變這樣 對 像這樣子 看下來的話 整體就是對 田生谷稍微 優一點 大家贏了剛剛哪一局之後 那這邊 1費沒有1 2費來了 有點尷尬 要丟兩個螢火嗎 還是絕對搬個刀 還是想要出 下回合出暴徒 下回合出暴徒 但是暴徒其實 就是怕這一個 後手就 對 我都還沒講 就來了 有點怕這一張 好 這邊 丟個2 寫個秘密 所以假設他剛剛 如果要走2個1的話 那可能他第三回 就變成要先出交友 可以先出交友 交友也是有好處的 因為你丟了2個1 2在檯面上 當然要看對手2費丟什麼 對啊 其實你那個交友搞不好扛得住 那如果就算沒扛出 他也是一隻劍 加一張2費 才換掉你的交友 其實算蠻賺的 而不像是現在 可能暴徒就直接 一張陣營劍就換掉 對 或者是說 他這邊不丟暴徒 就 沒有啦 這邊不丟暴徒 那可能有看 那可能有看 那危險 這邊還是把暴徒丟下來 那就 綁定 聖騎四費就是八刀 就你要八刀 三費 幸運幣八刀 好 這樣子的話 也還行 可以回過頭來打1加3嘛 對 只是變成在推血量的 這個壓力上 比較弱一點的話 對 又來一張交友 其實 其實交友你一場 只希望丟到1張就好 對 只是因為你太希望可以抽到他 所以你才放2張 加上這個版本 也比較沒有需求去放說 像是虛無私獵者 或者是血騎四 對 上一版比較熱門的 科技卡 這一版都用不太到了 其實變成說 打聖騎 因為聖真的太多了 其實血騎四 可能真的是一個 還不錯的黑科技 可以考慮一下 對 要看大家習慣啦 然後 這次變得比較多出現的 取代那個 虛無私獵者的位置的應該是貓頭鷹 對 貓頭鷹反而變成一個熱門 對 貓頭鷹其實也算是針對聖騎四 因為劍龍的關係 歐術聖 大家都當歐術聖 可以可以直接過牆 對 好 聖騎這邊 雖然說他沒有生物可以丟 可是他的解牌是很夠的 很夠 因為這個對局往後打 除非被 呃 呃 麥拉一波 太痛 因為麥拉要很痛 其實也 運氣也要不錯 對 除非被那樣子才有機會逆轉 不然越往後打 理論上 聖騎的勝率都是越來越高 因為他就可以拖到他後期 那些比方說貼劍龍啊 或是 巴費的怪 好 你看這邊有血騎四 如果這張郊遊是血騎四 下來 也還好 就吃一張椅子 但是 上面上看起來很不錯 對 看起來舒服 這邊比較尷尬 好像只能再丟一張郊遊 手牌完全動不了 翻個刀 所以躺收鼓下這個崗鼓 你覺得他可能就是 下去彈一點傷害 他只是求戰場而已 因為他的手牌完全動不了 他希望藉由這個崗鼓 可以多調出一些 對手的鋪場 因為五費可能是 預期會有香菇 對對對 然後你再一次用 那個法術解掉 這樣排他上面才會轉 鋼鼓還是點解 鋼鼓你能不解嗎 不解你這個 一滴一滴踢在頭上 好像也沒什麼 太大的意義 喔 他居然是 留了這個意義啊 他覺得 這個東西你貼王者 我可以接受 其實蠻奇怪 因為他現在拿 一一聖盾去撞這個新兵的話 那就代表說他打錯了 他讓對手多補了兩滴 他應該是發現了這件事情 你看他現在非常的傲難 沒關係 我就將錯就錯 比較正確的打法還是 喔 不行 我不能讓人家覺得我打錯 我本來就沒有要解他 他還沒六費 不能貼劍龍 我為什麼要解他 但他可以貼王者 其實這邊被貼王者 坦白講 蠻虧的 其實我覺得很不舒服 蠻虧的 所以我剛才講 我覺得應該要交錯交錯 他應該是要用 這個 一的聖盾去換 鋼鼓的聖盾 對 然後讓這個 交友去撞一 這樣才沒有補現的效果 不算不算 我沒有打錯 我沒有打錯 哇 這邊 一個秘密 就是他 他抽的牌都不是太好 他比較希望 他可能有一個 四費的生物可以丟 就是像 多視者之類的 或是buff 目前剛好都是把 這個解牌抽到手上 現在變成很像 這個 偶數聖 是控制聖的感覺 這首牌 我就是來解你場 可是他這樣子打 他也會 OK 還是沒有進 手上速胚 丟兩個 比較弱的生物 應該可以兩張都丟 反正也沒什麼差 對 因為你還有 好 只丟一張 好 這邊 進了一個 玻璃騎士 感覺他好像也不想丟 嗎 因為對面 對手這個 基督者這個檯面 在看你的血量 其實 完全沒差 4D嘛 對啊 你真的buff了 或你丟了什麼 比較高質量的 我再解你就好了 其實這邊 就一樣 還可以再 再跪一下 可以再跪一下 是可以丟一下 這個 4倍生物啦 或者他甚至不丟 可是不丟太明顯了 不丟好像就在告訴對手 我好像拿你沒辦法 不丟的話 其實Glory也可以 就是 不要過度的去 補償 那我覺得 那我覺得Glory剛剛 這個雞蛋糕也丟下來的話 雖然說 他應該也是覺得 聖騎這邊 都是解牌 所以他不想丟太多生物 可是我覺得你如果丟一個雞蛋糕 他真的受不了 打一張縫線 也是你賺嘛 他沒打 你多打一滴 也還是你賺嘛 都還是你賺 這邊 蓋了一個救贖 好 唉唷 人蟹也是可以打凶的 在想要不要打凶 不過打凶 我覺得 這一層如果你選擇要打凶的話 那 就不要解這個4-3了吧 對 我覺得就不要解這個4-3 因為這個實際上是很明顯 就是他 這個意義不安 就是在告訴你這個是救贖 嗯 而且你真的 打凶了 然後你去換了這個4-3 再被解場的話 就崩了 但如果你 全部凶練 他解場 這個玻璃其實 就是4攻而已 對 你還扛得住 你可以下一層再解 所以如果要打臉 應該是全部打臉 因為如果你主動迫在聖盾也沒有用 因為我們知道 填梭頭上還有這個 陣營劍 欸 欸 他這個箭頭 拉的地方 喔 喔 漂亮 解一半 欸 他只是要測這個 測一下秘密 測一下秘密 OK 不是要測秘密要吧 沒有他是希望不要被4-3白換啦 對 對 這樣可以接手 這樣可以接手 沒問題喔 就把聖盾解掉 但 但就是因為還有陣營劍 所以聖盾又回來了 對 所以 感覺是不用撞 對 我自己是比較傾向 那個是 直接打臉就好了 好啦 這邊唐中庫看到你交了一個人血 所以必須要 稍微陰陰一下 反正 手力解牌真的很多 而且我覺得 這邊 這邊要丟火沾奉獻 是不是 喔 火沾奉獻 然後 欸我在想 會不會其實你 砍一個郊遊 聖盾換一個郊遊 聖盾換一個郊遊 丟一個復仇之怒就好了 因為變成他 你只有一個五一嘛 高機率 然後跟一個雞蛋糕 對 我不知道是不是高機率啦 對他可能 他想要打這樣 這樣是最穩的 欸你有一個玻璃騎是強攻喔 對面完全拿你沒辦法 對面完全拿你沒辦法 因為你救贖還是在 好 測一下 好 那這樣 救贖就換掉了 這樣子就可以吃掉這個聖盾 感覺TensorGo的表情 好像不應該蓋 這樣吃虧 但也還好吧 我覺得也可以吧 因為林兆也是 也是擋了兩點傷害 主要是你有換到對手的資源啦 有換到排差我覺得就沒問題 但是技術者就是有一張 可以輸出這些條件的麥拉 剛好 來得正好 他的表情包也不錯耶 他直接 喔 舒服 巫妖王 丟出來 拿一張 喔 AOE也不錯 喔 這個怎麼樣 為什麼他的表情是這樣 喔 太好了 喔 控制陣 解光 又拿一張AOE 好舒服 好舒服 哇 這還可以打火箭就好了耶 這還不用打一次耶 對就火箭加這個 死亡凋零 喔不過 二一會死 是不是 對啊 對二一保不下來 那 好像可以打一次就好了 其實那可以打一次就好了 還是 呃 有辦法贏嗎 如果先打一個 三 再打一個六 這回合的目標應該是要誰下個回合 可以 所以這一層沒有贏嗎 這一層會不會已經贏了 把三 跟二 它剩七滴血 喔 三血 三加六 差 有機會贏 有有有有 數學上 數學上存在的 數學上存在的 有贏啦 對 所以應該就 應該還是打我們就好 感覺可以打 打一次就好 留一下這個二一吧 一次復仇 然後 半個天氣 喔要一次復仇嗎 一次那個吧 三倍吧 一次凋零 然後再鋪更多怪 對啊 對啊 然後再加一個那個 幫它帶乾脣帽 這樣好一點 因為這樣的場攻比較夠 這樣感覺連火箭都可以丟了 對 喔 它翻天升級 野心 沒毛病 那這邊 沒有 喔 投降 這個 烈士局 被抓到 沒辦法 對 就是下一下 主要真的是前面 喔 第一隻這個爆土被解掉 被正義劍解掉之後 接下來都是交友啊 螢火這些 大電比較弱的生物 嗯 這個對局 你非常害怕你三費的 因為你最強的就是三費嘛 被他一個幸運幣 正義劍 解掉 這邊沒有要秀他神衝 不打右手 哈哈哈 不打右手 可以 跟他說我還有很多解敗 不要覺得說我拿凋零很賽 哈哈哈 喔 對拿凋零其實好像偏賽 欸可是如果剛剛那邊 拿 不是拿凋零 是拿那個 二費打 有沒有自己 啊算了 應該差不多 差不多 我們恭喜 可能沒有 因為它還沒有十費嘛 所以沒有辦法先做一次 剩下一副 這個 復活木 對 大大木 對 我們看一下它的 細節來講 其實目前配置好像就是 就大家放的生物不太一樣 對啊 有的人是大天王嘛 有的竹林七賢嘛 就差不多 看大家放幾隻 它這個還有放巫妖王跟那個 灰熊 啊最最 呃最拼的是都不放 嗯 只多放一個那個 麒麗 對就是完全要走這個 combo 對 完全走combo的 甚至連石像鬼都會拔掉 嗯 石像鬼反而大部分都會拔掉 對 好那我們這邊先休息一下 在這影片 我們會看看 一一的最有名的時刻 從2018 Heartstone Championship Tour 在英國 我們會跟著兩位 Hotstone最熱的專家 Syko和Case 在調查一下 兩位的獎 again 全新書 在康封 見分成一些 什麼 的 巧克力 小晟 他們 集中 一位 從 測試 Casey's signature miracle rogue up against Psycho's tried and true Malygos druid. We'll pick things up on turn 6, and yeah, it's really turn 6. Psycho already has 10 mana thanks to 2 nourishes, and he's holding double ultimate infestation in hand, but Casey has an enormous lead on the board, so if Psycho uses ultimate infestation on any of the 4 attack minions, he's going to go up to 21 total life, and Casey's only going to have 20 damage showing on the board, including his dagger. So surely, Psycho's just going to play the ultimate infestation to draw more cards and hopefully find a way to deal with Casey's board on the following turn, right? Well, not quite. Psycho's abilities are truly being tested here. Most players would pull the trigger on ultimate infestation, hoping that their opponent doesn't have shiv or eviscerate, but Psycho spots a different line. playing Spreading Plague and Branching Pats for plus to attack? What? But Psycho knows that it's foolish to hope for no damage in hand against a Miracle Rogue with 4 cards. He needs to set up for a big swipe to clear the board. Spreading Plague plus Branching Pats guarantees Casey's minions will be at 1 health after trading, and as an additional benefit, Branching Pats protects Psycho's minions from a worst case scenario mossy horror, which Casey actually does have in hand. Psycho plays to this narrow out and gets rewarded with a top decked swipe. Now, he can full clear the board with a single spell, and lock out the game from an almost unwinnable situation. In Hearthstone, you don't just play with the cards in your hand, you're also playing with the cards in your deck. Even though ultimate infestation was extremely tempting with the information Psycho had, he correctly foresaw the better line of setting up a full clear with Spreading Plague into a top decked swipe, swinging the match as a result. Congratulations to both pros for such awesome Hearthstone, and showcasing the high level skills required of HCT competitors. Thanks for watching, everyone. If you enjoyed this video, brought to you by the coaches at Gamer Sensei, please visit playheartstone.com slash esports for more of the well-played series and all things Hearthstone Esports. foreign languag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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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I have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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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haven't looked at this. Fire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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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have I can't does You I can't that I 魔鬼 高雄來的雪喜 對對對 好像順利的這個 打贏這個 史瑞德 史瑞德你也懂吧 我懂我懂 死不毀他爸吧 不過因為 只有看到戰機啦 但是 因為史瑞德有帶這個 藍龍德 藍龍德 對所以碰上雪喜的這個 全反控陣容 比較劣勢一點 對感覺應該 雪喜有關關注他 好 那看到 第四場 牧師出來 對到的果然是 Glory的基礎賊 還是想先 先 把比分追平喔 沒有直接上 這個對局來講的話 以他的 復活木的配置 他還有放萊拉 剛剛沒有講 其實他也是走生物很多 算是很多 對 如果你是走生物比較小的 其實你可以靠6 對 但他這套是之前 美洲那邊比較流行 不放6的 對 但他們不放6的原因 是因為不想靠賽 對 就是有時候你拉出來 有時候拉出來 可能就直接落賽 他們不想要把 一場的勝負 決定在6費那一張 對 現在好像最多也就一張而已 我在看大部分的 這個 那個復活木的 如果你的生物越少 6就越多 對 大部分如果你是玩 4種到5種的 他還是會 擺滿 可能會滿 那因為他這個 生物量才太多 所以等於就是說 他拉出來的東西 真的很不穩定 很隨機 對 所以就乾脆拔掉 但他還是有 在抗塊上 多加了一個 灰熊 其實灰熊 在 復活木碰到快攻的時候 你七手是可以直接留的 如果你今天確定 因為通常你 五費丟出來 他的血量不會太低 他解完之後 阿姨 接下來可能就可以搭這個 復活 對 你的復活都可以連動到 那這邊 三費最不想 看到的 對 看到這暴徒 暴徒定在這邊 暴徒定在這邊 這樣子的話 人血沒灌嗎 咦 怎麼可能 真的嗎 他真的嗎 唉 他防一個這個 這個 五費的那個 集體恐慌 對 應該是稍微防一下 這是在防一個集體恐慌嗎 如果他今天 可是 可是他其實 他可以貼在暴徒上面 對 他這樣防死 這麼防的嗎 可是你五五已經怕 已經很怕這個暴徒死了 他覺得 如果是分散 欸 好奇怪 他想要兩個都躲 對不對 這樣是最最最最保守 因為這樣子被死 解掉的話 像那個 釀菇人還是可以一起貼吧 對 就等於說 他第五回合還是有想法的 嗯 所以這個人血就稍微再扣一下 好 雖然我自己會比較想 想貼人 就是強迫他 你一定要有死 對 你這邊有暴徒死 你可能就 就要走 我覺得人血 要貼 應該是要貼 阿貼誰可以再討論 對 但剛剛這樣看下來應該是貼五五比較好 我以前要貼五五 對 除了恐慌之外 這個一血的很怕他剛剛 我怕他打出了 而且你剛剛那個檯面 九五的暴徒 被死 解掉 你還是有兩隻生物 對 可以buff啊 一樣有這個真菌素食 對 稍微可惜一點 對他叫真菌素食 我剛剛講成釀菇人 釀菇人 釀菇人是是非補血 香菇啦 香菇 都一樣 都一樣 同類的 好的這邊 灰熊來了 目前是 灰熊來了 好像比不太足了 而且 奇力也解不掉任何一隻怪 不過他應該 我想一下 如果他是選擇丟 奇力不要動 要稍微回一下血 對不要動 補的血比較多 還是丟一個灰熊 補的血比較多 就先不討論暗殺花 反正暗殺花 都是走 對 因為你丟奇力的話 可以扛兩個打點 那你會是20滴血 而且你可以回六血 所以 所以應該是比灰熊好 好一點 就放著 他覺得撞掉 撞掉就算被暗殺花 也不會死是不是 9加3 然後12 OK 沒毛病 那這邊 最大的傷害 可以到多少 18 差兩滴 差一點點 如果 近的是 均7的話 就結束了 好 決定打到剩 沒有沒有 一定要打到剩兩滴 還是要這樣 對 因為對手 心育幣尖效 你的刀還是可以打那兩滴傷害 就完全封鎖住他 有可能活下來的時候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這邊 是一定要打到對手剩兩滴的 欸 欸 怎麼變這樣 哇 不過他如果打誘除 哇 打誘除 等一下 你說下一層一樣嗎 下一層一樣 下一層一樣 那可以 那是打個右手 反正這個都是那個 手上還是可以直接打出來的傷害 那我覺得他可能要想 如果不是尖效的話 被 復活 其力的話 那個血量會變怎麼樣 如果對手 對阿 如果對手是 復活加 死的話 他這樣打 就會崩 你就打 打得不夠兇 然後 有可能會被 有可能會被這兩張來翻 翻掉 對 但是有點難啦 因為如果是那兩張 好像怎麼打都會被翻 這邊打出尖效 那Glory剛剛 剛剛都在想這個 沒問題 一分半平 雖然是一個 打滿的對局 但是 平均一場大概五分鐘 五分鐘就打完了 最後一場應該會 運氣上會 因為相較於歐洲 跟美洲來講 其實我們亞太這次的 這個 失誠是非常快 對 大家打的進度算很快 進度算很快 對 主要是因為沒有控制 所以不會有控制 對到控制 你反控對到快攻 跟快攻護搖 就算打滿 其實也不會太久 一局都是很快 對一局都算是蠻快 然後就算是像那個 學習 那個 水鬼 其實打到也是快 因為他打得快 很快就輸了嘛 啊打那個 比較小的那個反控 很快就贏了 對很快就贏了 不會有那種 很糾結的對局 一局都要打了三十分鐘 對我私心是很希望看到他 被轉播到 大家應該也都蠻想看到 因為他算是 79位選手裡面帶的 最有特色 他這個 對有一個 藍龍賊 對我們這個 在台灣的觀眾 應該算是非常 非常有名的 畢竟我們有一個 士林藍龍賊吧 士林藍龍鬼啊 對 前兩天還發了一個攻略 相當完整 相當完整 對對對 還有附兩套 這個你對到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每一個對局 細節這樣 都很詳細 好 最後一把 也是最關鍵的 前面 兩邊 兩邊該跑的直接都跑掉 一邊有巨人 一邊有石像鬼 你這個 你這個比較 這比較聽起來好像沒有很厲害 就 就 我想說 一邊有巨人 一邊有死 這樣還對得到 一邊有石像鬼 這22怎麼跟人家巴巴打 有沒有抓到 沒抓到 那 這個 這復活撿了 好像也沒什麼用 但是 那 那就是拿 震爆嗎 然後 負 不減復活的話就是 對啊 就太差了 好像都不是特別小 可是他又沒放6 這對局又好想要來一張6 這邊他最希望的一定是 死 一定是死 對 就等於是買一個保險 他們這個 也沒有放 那個 抽牌的吧 也沒有放真眼神的 對啊 所以其實 其實這套牌 0是 很少是 就你基本上不會留啦 因為你的法術太多了嘛 你通常都是 打到一個中後期 剛好缺這個缺那個的時候 再來找你去喔 而且你已經把一些法術律上來了 只是這個對局剛好是 你很希望可以直接把對面巨人解掉 所以你會希望二飛就找到 但你的 種類真的太多了 找到的機會遍地 哇 很尷尬 會不會直接 被這個巨人 紅飛 真的需要 右手的幫助 對 但是他轟飛 沒事 不多說 他贏的話 我們剛剛有稍微提醒過大家 對對對 稍微提醒過大家 狗里贏的話 對他跟羅姐的幫助 小噴幫助是好一點的 這邊剛好進一個 破法者 但是破法者 其實這邊他只要防5就好了 他只要想怎麼樣可以防到5 因為他丟飛龍的話 就送頭嘛 他這邊丟飛龍的話 其實就送頭 所以絕對不能丟飛龍 好 決定打2加2 2加2 2加2算有防嗎 我想一下 好啦防一半啦 防一半 應該算有防啦 對不對 裝備直接打這個 直接打飛龍好 這邊就是 自信 唉唷 這邊自信 全部都先動 然後都往左邊打 一個圍歐 可是他的手牌也只能跟他搏一搏啦 因為 總不能再吃一拳 喔他覺得 他覺得可以 他想要 他如果拿3顆硬幣 可以 可是他手上也沒有其他防禦性的牌 但他可以拼會進嘛 他想要下一拳就打9出來 對 目前來看就是 硬幣都拿我手的話是 下個可以開那個 收藏 那其實這樣子好像比 拼5好一點 但是被沉默 沒想到 對 有一個沉默 沒有可是這樣子的話 變成說 對手比較容易 因為偶速速 基本上一定還是會再撲勝5啦 所以你的5的成功率好像 應該會變高 對就變高了 那換回來就是說 就是再次 再次做 這多一點傷害 然後再換一個 有更高的機率去拳戒 那這樣子的話 如果先把24換掉的話 變成是 賭 他們兩個不要先對撞 嗯 其實機率是最低的 其實好像可以先換掉24 再打5 嗎 應該可以吧 因為如果你 直接打5的話 這個真的好難算 直接打5的話 這個可能性有點太多 場上有6隻欸 可是先撞掉是不是就是 一定是這個 先撞掉大概是3分 我覺得不先撞掉好像很容易是 嗯 可以配合成績去解掉86 對對對 好 因為二攻三攻的太多了嘛 很可能就是巨人撞人家 唉唷 可以 漂亮 哇 哇 怎麼搞成這樣 哇賽哇賽 哇 那這個3 2 成績 可以 他省一下 他 他想殺人了喔 還是想解一個大怪 殺人應該是太遠了 殺人的話 進正暴 也沒殺嘛 因為 藍龍 10滴 17滴 17滴 17滴而已 嗯 對 哇 這個 不錯不錯 這樣看下來 田收姆補菲那邊 打得很好 沒有直接去 沒有直接去讀說 要幾滴火魔 真的來正暴 我沒看啦 嗯 這樣子的話 其實他還是可以拉出來 用這個 層級去 結場 然後 看能不能夠 因為還有萊拉嘛 對 當然是說 先拉兩個嘲諷出來 然後 看萊拉可不可以幫助他 洗到一些東西 這是不是可能還是要打3 2啊 這是不是還是要打3 2 去降場攻 對 還是這邊 神之一手 打那個 死相鬼 打死相鬼 打死相鬼 這邊有點 那很拚欸 而且這一層很重要 因為他等一下 他沒有948嘛 所以如果他碰到褻瀆什麼的 他頭可能就直接破了 會直接走 哇 又是法術神 他砸飛龍 也有防到 有防到褻瀆 因為這樣 對 對上場面 欸 Glory很高興 他在敗 我在想他剛剛在敗哪一張 他剛剛是要敗哪一張 他應該還是敗褻瀆啦 他希望可以清掉場 哇 那這樣子 好危險喔 因為我剛剛直接在想說 他有什麼可以直接贏 可是好像 好像沒辦法 大家不要說直接贏了 是 面對這檯面就解不掉 手上幾乎都是生物 這樣子感覺 牧師要修回來了 這樣看的話 假設他要砸法術師 你覺得要砸哪一個 萊拉還是 還是藍龍 因為他沒有辦法過這些牆嘛 我覺得還是 還是得砸 得砸藍龍 因為沒有拉出 可是他是 他是直接這樣7隻 你不知道廢倫是沒被拉出來 還是在手上 還是在手上 對 因為如果 廢倫在手上的話 你 一定得砸藍龍 對啊 你不能不砸藍龍 好 他當作沒有 那這邊就 再見 7加1 OK 掰掰 這個復活 法術師連丟都不用丟欸 直接 直接靠這個 石像鬼 前面石像鬼 然後去洗石像鬼 然後加這個收藏 不會算是 大大木的上限有開出來 而且重點是那個5 太輕鬆就把 那個巨人解掉 對 假設 最後他交層級 真的也是把場面清空的話 那他的飛龍其實就可以踢到頭 就是他不會變得 剛剛那樣子抽什麼都沒機會 雖然說他最後是都沒抽到 對 因為剛剛他就算 飛龍被打成三血 就算他進了褻毒 把檯面解乾淨 他也扛不住 後面的法術師 後面的法術師破回來 對 因為成熟谷的手牌 已經是 兩顆生滿的法術師了 對 那個檯面會太強 喔 術術是頂不住了 所以這一把算是 復活木有把他的 上限打出來 對 而且那邊拿硬幣也滿好的 對 主要是成功 或是別的 就是 他先跟另外一個 二二 撞一撞 撞一撞沒了的話 那個巨人很容易是 三血或四血 八四或八三 對 如果他是剛好是八四或八三的話 其實 對 牧師就直接輸了 就是完全 這樣子 因為肌體恐慌 他的那個機率 真的太難算了 那邊六個我也想不出來 對 比較可惜一點啦 就算是那個五 直接決定了這場的勝負 對 那比較可惜 格奧里現在是 4-1 不過也還行 對 雖然說他不是全勝 但只要 呃 我們台灣選手輸的 或是說你在打瑞士智 你輸的對手 他沒有棄權 他不是棄權 比如說你第一輪輸給一個 不知道哪來的 然後他後來就棄權 就沒了 對 只要不是這種的 你的time break 都是高的 都會比較好看一些 對 都會比較好看 所以 台灣選手只要 呃 繼續撐住 走到5-2都還是有機會的 這也是為什麼 就是在瑞士上 你越晚輸是越好的 對 越晚輸 因為你越晚輸 你對到的 假設說你 4-0輸 你遇到的對手 你是輸4-0的嘛 他變5-0 那他一定 很容易還在8強 而且他還會繼續打 對 所以你的time break就會高 對 所以那我們這邊 是 我會不會